接下来北号11号 冷面刷手 罗振锋 23号风光出席 提完台皮永风云报队 冠名记者会 他是罗振锋 更是台皮云报当家前锋 没想到事隔一天 爆出他迁赌 球团立刻解约 而现在关键录音档也曝光 那你明知道 丑板不能碰 你为什么要碰 那我现在是比较没有在碰 我现在完全没有在赌 已经收到上一个了 我真的一定要慢慢收 你不能一开始给人家 全部都退掉 啦啦队前女友 在IG爆料这段对话 看得出罗振锋坦诚签赌 蓝坦丑闻连环报 先是前SBL球员 吴静颖打假球遭移送 士林递检署裁定25万交保 不少球团告诫球员爱惜羽毛 云报19号要求全队签切结书 若违反条文将立刻解约 罗振锋23号坦诚 去年投注SBL育龙赛事 遭火速开闸 不过最了解 他并非去年签赌 而是在今年4月28号 台皮对育龙 赛前吴静颖就和罗振锋 讨论地下赌盘 罗振锋询问 你们是都有要放吗 吴静颖回应还不确定 接着罗振锋就直接丢出地下赌盘 向吴静颖说开盘了 对方的一个回答 果然是我们让分 接下来罗振锋会不会被法办 士林递检署回应将依法厘清 观察到他很会 空中接力 而又灌难这样 那之后就是在训练的时候 我们就是多做一些搭配 罗振锋2021年 投入T1联盟选秀 被云报向众 去年签下四年 价值1200万的合约 晋升球队新一哥 如今却因为不当行为 葬送前途 日前罗振锋和检察官一起打球 拍摄反会悬影片 如今事件曝光后 检方火速下降影片 蓝坛是否只有两人签读 罗振锋前女友说 还有其他录音档涉及多人 恐怕还有未爆弹 TV的讯用 徐家人检余席代表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